我是姐夫 大家好 姐夫喜歡吃辣 在姐夫的冰箱裡 一定會有自己做的辣椒醬 不管是吃麵 或者是搭配水餃 還是當做調味料 做法簡單 事先做起來 隨時都可以拿出來用 省時又方便 接下來 就跟著姐夫一起做吧 我們要準備的材料有 小辣椒600公克 蒜頭150公克 紅蔥頭200公克 食用油3杯 砂糖60公克 先拿一個果汁機 加入一杯的食用油 加入紅蔥頭打碎 再加入蒜頭 下去倒成泥 就跟姐夫 之前分享過的 薑蒜泥的方法一樣 加熱鑄鐵鍋 加入一杯的食用油 炒香蒜頭和紅蔥頭泥 讓它慢慢的炒 現在來打小辣椒 再加一杯的油 在果汁機裡面 先加入一半的小辣椒 打成泥 再加入另外一半的小辣椒 打成泥 再加入另外一半的小辣椒 打成泥 蒜頭和紅蔥頭泥 炒出香味之後 加入小辣椒泥 下去炒 炒至沸騰之後 關小火繼續炒 請注意持續攪拌 避免燒焦泥鍋 持續拌炒約二十分鐘 到三十分鐘 現在加入二砂糖 再炒個三五分鐘 這時候你應該會發現 油已經慢慢浮在表面 油已經慢慢浮在表面 代表水分已經漸漸蒸發 那就快煮好囉 吃水餃的時候 加一點 吃麵的時候 也加一點 真的很過癮 喜歡吃麵的朋友 一定要試試看喔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你們喜歡 喜歡姊夫的影片 歡迎加入姊夫食堂 如果有任何問題 請留言給姊夫 要記得訂閱姊夫的頻道喔 還有幫姊夫按讚和分享 要記得點按小鈴鐺 開啟通知 才不會錯過姊夫的更新喔 姊夫感謝你們的支持 姊夫食堂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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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